柬埔寨詐騙案件引發關注 為防止民眾受騙 中國聯通等電信公司 密認關閉港澳台和國際電話 或在內地民眾接聽電話前 先提醒電話來自港澳台和境外 深圳團卡等手段也引發討論 據央視報導 中國公安報自去年4月以來 組織多項打擊詐騙專案行動 包括拒犯者註銷戶籍 公佈名單 不回國者 老家還被噴漆公事 從境外教育勸反攝詐人員23萬名 扶境外針對國內實施犯罪人員大幅減少